巴拉圭总统大选在当地时间30号登场 在野党候选人艾里格里特地探访竞选团队监票中心鼓舞所有人士气 艾里格里目前在民调中取得微服优势 有民调机构数据显示他以34.3%的支持度 领先执政党对手潘尼亚的32.8% 但也有其他民调显示潘尼亚以43.1%支持度 大胜艾里格里的30.2% 不同民调各说各话但唯一能确定的是谁胜谁负不好说 打着反贪口号60岁政坛老将艾里格里代表在野各党 挑战长期执政的红党 但艾里格里备受外界关注的还是他曾坦言 如果当选就要和台湾断交 艾里格里主张与台断交 让黄豆等农产品打进中国市场 而且更声称台湾付出太少 并扬言要台湾弥补巴拉圭的损失 以阻止巴拉圭转向引发热议 执政党红党提名的潘尼亚则完全相反 表示会维系与台湾邦交 但红党高层丑闻连环报 加上党内初选后的分歧 让他选得相当艰辛 面对新冠疫情和乌俄战争 为经济带来的冲击 无论最终谁当选 巴拉圭民众都希望现状能被改变 但台湾议题被搬上台面 也让这场大选成为美中地缘政治角力的一部分 华视新闻陈刚斌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 还没有订阅华视的YouTube频道吗 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我们华视YouTube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